不過看得出來IS其實非常勇敢 我管你 你丟我 我就打你 但事實上其實IS不過在 整個地區才三萬多人 為什麼搞得全世界人心惶惶 是不是誠如普丁所說的 普丁之前在G20議會議當時他就講 其實有世界大國私底下幫忙他 他還暗指就是他的對手 那個超級強國 基本上來說的話 美國在IS早期的時候 確實有幫忙他 真的有 對 在2006年的時候 當時他們是敘利亞的反對派 就是所謂的自由敘利亞軍 自由敘利亞軍 美國就提供給他們武器 彈藥 包括技術 那麼這個是已經被證明了 美國現在一直不想講這段歷史 但是的確IS今天能夠壯大 能夠強大 變成一直有作戰力的軍隊 事實上 就是美國養出來的 但是之後 之後他跟美國人分家了 鬧翻了以後 他的錢哪裡來 一般來講 公開的秘密 可能是沙烏地阿拉伯有暗中資助他 幫他賣 公開的秘密 但是沒有證實 也沒有任何國家跳出來指控 說就是你沙烏地阿拉伯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們一直有資金的來由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伊斯蘭國跟蓋達組織不同的地方 是因為他控制土地 他控制很大的油田 所以他本身佔有油井 這個油井讓他有油的來源 有錢的來源 因為他的油變成地下油 地下油從土耳其那邊出去 賣得很便宜 大家跟他買賺一堆 大概是市價的四分之一 所以他有足夠的經費來源 占領了摩斯瓦爾的時候 獲得了銀行的存款 有錢的來源 而且會理財 會錢滾錢 對 然後還有徵稅 還有以前的人質 所以他的錢估計 現在有670億台幣左右 厲害 所以他的資金是在過去來講 從來沒有恐怖主義的資金 像他這麼的充沛 這第一個 第一個 因為有錢就好辦事 所以他的很多的 需要的武器彈藥 可以從黑市進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他佔領 控制了哪個地方 他就把美國的武器裝備 都沒收了 所以他就武器裝備也夠 現在的情形是 你該怎麼去對付他 如果一直靠空襲 基本上來講不行的 為什麼 因為空襲完了以後 他可以復原 我轟炸 轟炸 轟炸 炸完了以後 你一直都沒辦法斷根的意思 對 你地面部隊一定要進去 可是美國不願意派地面部隊 他不要 因為美國在伊拉克的地面部隊 讓美國人在那地方 死了4600人 而且國內的輿論都攻擊歐巴馬 美國很清楚知道 他如果再投入地面部隊 進入敘利亞 他也解決不了問題 那怎麼辦 理論上講應該要 回到聯合國的安理會 由聯合國來派兵 而不再是由個別的 目前我們所看到了 這些俄國打俄國的 法國打法國的 美國打美國的 各有各的盤算 各有各的算計 這樣的情形伊斯蘭國就永遠 解決不了他的問題